今天那个15pro给我 超几台高电一点的9194 这五个都是清一色的电池91的电 这两个电池高一点 这个94 这个92 咱们看一下哪里的橙色 边框橙色咱们看一下橙色都是很亮的 其实像这种15系列基本都是准星级级别的 这边咱们也看一下 包括尾叉 美菜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咱们看一下屏幕 看一下哪一台橙色更好 这两个都是没问题的 橙色都很亮 咱们就给粉丝安排这个电池94的 橙色很亮 整体是能达到一个99新的标准 英姐这个机子还在保吗 还有保吗 基本都在保啊 nice 然后咱们测试一下它的屏幕 按住一个图标 四角滑动快速滑动 非常的丝滑流畅 所以你们看到没 15Pro新款机型 120Hz高刷 A17Pro的处理器 黑金属的边框也是非常长照 咱们看一下它的相机拍摄 广角一倍 二倍 三倍 都是没问题的 拍摄方面成像效果非常清晰 变焦 变焦也是没问题的 英姐现在15Pro黑色多少钱 六千一样 圆白有差价吗 白黑的价格都差不多 蓝色便宜一点 原色白色黑色都是一样价格 蓝色的会便宜一点 蓝色便宜多少英姐 一般正常是比一百 正常蓝色的比黑色 白色 原色便宜一百 你姐这个价格还会掉吗 不会掉了 不会掉 那会涨吗 应该也不会涨吧 到了月底会涨 到了月底会涨 马上都过年了 马上过年了 过年了很多兄弟都要换机了 机的价格可能都会有一点上涨 所以说兄弟们过年前想换机了 加入了手机也是最好的一个时间 性价比非常的高 就帮我拿这个吧 英姐 谢谢大家